今天就和你們來看看這個大埔蝴蝶村 一個4至5人的單位 戶主選了兩間房間 換一家四口 用這個也是很柔和的 柔和的淺色 配上一個白色的TV櫃 一進來就看到一個TV的儲物櫃 因為戶主一坐下來 什麼都不說 我要儲物空間 所以這間房子會比較多貴 這次就特別一點了 把雪櫃放出廳 在C字櫃這個位置放雪櫃 廚房就變成沒有雪櫃 盡量做一些圓邊 看上去就沒有那麼重 這裡會收回圓 那邊也是一般做法 都是做一些小圓角 這些小圓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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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回小圓角 出入就不會那麼頂 這邊就會做回鞋櫃 電錶箱就在這個位置 這裡也是一個獅子櫃 這裡特別一點 放鞋子就會有些梳氣的位置 上面也會做一個角仔櫃 這樣做回圓角 就是用來放大件的東西 放大件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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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視機櫃 這裡做回少許玻璃 這裡也是用來放東西 放大件的東西 放大件的東西 因為間兩間房子 不需要太多房子的關係 不要浪費這個窗 這個窗就會做一張工作書櫃 這個窗就會做一張工作書櫃 護主會有很多大件的東西 放大件的東西 所以這裡也會漏空 唯獨是這個 會做回一個 一個 處物 多天我來放東西 這個景也不錯 也有一個海景 這張梳化很特別 這裡有兩個洞 護主有兩貌 這張梳化很高 這張梳化也是為貓而設的 這個就是主人房 就是白色房門 主人房也會做一張四尺的雙人床 四尺雙人床 這裡 就會砸空做回大衣櫃 這裡有六尺半的 有六尺半的 那我來做一張大衣櫃 好了 那我來做一張大衣櫃 這間近間的房子 這裡做回一個大衣櫃 這間近間的房子 這裡做回一個大衣櫃 這間近間的房子 這裡做回一個大衣櫃 這裡會有一個大衣櫃 因為這裡會長一點 這裡可以做回一個大衣櫃 做回一個大衣櫃 這裡有一個大衣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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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空間有限 開門位置都剛剛頂到 所以就會用一個活動樓梯 再做回一個活動樓梯 這樣就上下 這個位置 這個門口是45吋的 這裡門只有30吋 只剩下15吋可以做回一個儲物櫃 用來放一些書 或者一些濕濕的東西 通常很多時候都會這樣做 通常很多時候都會這樣做 好 我們可以去看看廚房 廚房 都會做回一個曲尺的檯面 下面會用黑色的膠板 中間這裡是發狼板 可以用磁石來貼 就不用轉動了 上面會做回一個釣筆 旅天花 都有一般的做法 毛縫房石 白色的釣筆 這個就是毛縫板 這個就是發狼板 可以貼一些磁石上去 好 好 這裡是燙接門 這是一個鏡位 這是鏡位 開一開這裡 可以開一次給大家看嗎 一隻手指 燙 一推 就完成 這裏做回鏡箱 這裡是直身儲物櫃 直落 再做回面板 旁邊就是和形的浴瓶 剛剛沒有一個湖位 就完成了 這裏做回鏡箱 這裏是水喉 上面有一個大鏡箱 然後這裏是直身軌 直落 就是這樣 可以開來看 可以開來看看 基本上 都齊全了 都齊全了 做回油壓膠 這些一定有的 這裏是紅色檯面 還有玉蘭盆 好 今天介紹的 就差不多了